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种情况下 幸亏出现了一批忠臣良将 比如岳飞 他率领岳家军外抗金兵内荡流寇 使得南宋王朝终于迎来了中兴复古的新局面 中国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兴继胜南宋丰物官址特展 通过精心挑选的五百件文物 为观众复原出一个鲜活生重的南宋社会 展览中的岳厄王宴超首饰端宴 靖康元年李刚志明文简 中兴复古香饼 和修内斯明闲环童虎 以及一组南宋青铜礼器 为我们呈现出岳飞抗金 宋金合一之后 南宋王朝力求中兴复古的新气象 南宋王朝建立之初风雨飘摇 内忧外患 中兴之路可谓困难重重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 一度启用力主抗金的李刚为相 福建文博物院收藏的这把 靖康元年李刚志明文简 就与这段历史有关 在抗金过程中 涌现出一批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 比如浙西制制史韩世中 在江苏镇江金山一带 截击撤退的金兵时 以八千精兵把十万金军 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 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兴四将图 据传是南宋画院代照刘松年所作 图中绘制了南宋初年 四位著名抗金将领的画像 依次是刘光氏 韩世中 张俊 岳飞 四人中 岳飞最年轻也最杰出 韩世中在金山截击金军时 27岁的岳飞带领着新组建的岳家军 活跃在太湖流域一带 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言明 骁勇善战 沉重打击了南清的金兵 岳飞料定金军北返 必定经过建康 也就是南京的时候 于是埋伏在牛头山以疫代劳 果然 金兵如期而至 他们拎着抢来的金银细软 在视如蒙虎一般的岳家军面前 惠悟成军 落荒而逃 岳飞成胜收复了建康 并将长江以南 位极渡江的金军扫荡一清 取得了宋金战争以来 最为辉煌的胜利 捷报传导宋高宗案前 宋高宗异常惊喜 很快就退出 参加码后 岳飞大展拳脚迎来了人身之一 人生中的辉煌岁月 随着战事的节节胜利 岳飞北定中原 环都开封的梦想愈加强烈 他连续上书建议出兵北上 收复中原 岳飞的建议得到了宰相赵鼎的支持 公元1134年5月 岳飞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这是宋金战争以来 南宋对金军发动的第一次战略性进攻 乘船渡江时 岳飞对将士们说 若不能杀贼立功 我岳飞是不在渡江 岳家军一路过关斩将 势如破竹 相继收复了邓州 唐州和湘繁六郡 回兵驻扎在鄂州 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武汉 捷报频传 轰动了整个临安城 宋高宗凯探说 想不到岳飞克敌立功到如此地步 为了嘉奖岳飞 宋高宗获力提升年仅31岁的岳飞 为清远军节度使 唐朝的节度使镇守一方 是集军政帐务大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力 宋朝抵制武将 节度使成为一个最高荣誉官显 除宗室可以获此头衔外 大臣极少获此殊荣 南宋之前一共出现三位节度使 这就是中兴四将图中的流光氏 韩氏中张俊 岳飞是第四位 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印马长江 年轻军官岳飞躊躇满志地 登上黄鹤楼 期盼着能够早日实现 北定中原的梦想 让岳飞想不到的是 眼看胜利在望 宋高宗却下诏班师回朝 就在撤军的途中 岳飞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满江红 他把自己收复中原的一腔热血 化成了靖康齿 游未雪 臣子恨 何时灭 这样的无奈叹息 岳飞 韩氏中等 抗金名将的英勇奔战 保住了南宋王朝的半地江山 然而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 并没有让宋高宗鼓起 北定中原的信心 反而让他担心 会遭到金军的反复 为了稳定皇权和局面 宋高宗一心求和 重用奸臣秦桧为相 于公元1141年达成了宋金合议 南宋向金纳贡称臣 暂时换来了天安一余的半壁江山 韩氏中因为反对和议 武怒了秦桧 被罢免了兵权 这件翠薇廷提名踏本 是韩氏中遭罢免后 在翠薇廷上的题字 同样坚决反对议和的岳飞 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死欲中 二十年后 岳飞的冤案得以平凡 又过了十多年 宋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 这件岳鄂王宴超首式端宴 就是后人为了纪念岳飞制作而成 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 岳飞更是以金中之名 受到世人的敬仰 而秦桧则以大监之名 永远地跪拜在岳飞面前 受人唾弃 南京江宁木龙镇一带 是秦桧的家族墓地 2004年 陶古人员在这里 发现了秦桧夫妇墓 墓中出头的明文砖上 刻有大宋绍兴二十五年字样 其纪念与秦桧的族年相符 墓中出土文物 有牡丹文玉书 墨园白玉印章 香猫掩饰银戒指 水晶盖河等物 宝物无辜 却见证了奸臣秦桧的一生 宋金一和后 宋高宗历经图治 希望实现中国历史上 其他朝代曾经有过的中兴气象 史料记载 宋高宗为此日思夜想 就连闲暇时玩香 也要赋予中兴之名 亲自配置了一种 名为中兴复古的宫廷玉制 内家乡 江苏省长州博物馆收藏的这枚香饼 就是当时的历史见证 香饼一面有中兴复古四字 另一面为双龙纹 中字空处有一个规整的小圆孔 可用来穿线佩戴 中兴复古同样开启了南宋王朝 对临安城的大规模建设 各类宫殿建筑 礼制建筑 城市建筑 逐步迎建 完善起来 宋高宗选择在凤凰山路 建起周长四十五公里的大内皇宫 外围又迎建外城 建有城门十三座 史书记载 这些皇宫建筑都一律从简 不上奢华 负责掌管皇城和太庙修建的部门 称为修内司 杭州出土的修内司名 贤桓铜虎 便与修内司有关 其腹部刻有名闻 绍兴五年三月九日 修内司奉圣旨制造 并还重拾金 皇城之外 南宋朝廷又以御阶为中轴县 在街道两行 营建专属改邸 宗庙设计与街巷方式 经过二十余年的营建 作为行在所的临安城 逐渐从战火中复苏过来 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繁荣的商品经济 都逐渐超过了北宋盛世的东京开封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 从史料可知 临安城商铺连绵 行人如知 瓦子酒楼灯火通明 乐曲悠扬 人们一曲新词酒一杯 快至人口的宋词 重新传唱于大街小巷 在皇宫里 宋高宗像他的父亲宋徽宗一样 开始新一轮的智礼作乐 宋经合议的次年 宋高宗下令制作皇帝出行的车马 和鲁布遗仗 并开始添置太庙祭祀的青铜礼器 因为多年战乱 从开封搬来的礼器几乎散失殆尽 负责祭祀的部门 不得不按照宋徽宗时期的 宣和伯古图 重新制作青铜礼器 以此向天下昭告宋高宗的天子地位 忠兴祭圣南宋丰物观止特展中的 这批青铜礼器 大部分铸造于这一时期 寿面门同爵和同尊 均出土于浙江杭州 他们制作精美 文室工整 专家推测可能是朝廷祭祭 公元1143年 用于朝廷祭祀的一切礼器和仪仗 均准备平当 宋高宗整肃衣官亲自到太庙祭祀 告费先祖 并祈求这个新的王朝能够长治久安 一道名菜为何让宋高宗食欲全无 从此闭门不出 一种情怀为何让诗人们一唱再唱 难以释怀 南北对质 骨肉分离又是如何影响了一个时代 国宝档案南宋燕云系列 为您讲述一道名菜里的家国情怀